爷爷66岁大寿 爸爸带着新来的私生女给爷爷过生日 唱生日歌的时候 私生女故意申请标高音装绿茶引人注目 我瞪了她一眼 没说话 我弟女朋友抬手就甩了私生女一巴掌 你跟个公鸡一样 打什么名啊 要参加快乐女生哦 我也直哆嗦 看着我爸说 你带她回来干啥呀 我就说了得挨骂 真会气 好不容易允许我过个生日 虽然我是个女孩 但被爷爷溺爱着长大 可只是表面 趁着我爸花天酒地的时候 爷爷把家里的产业全都交给了我 美其名曰 我爸不配 我弟怕女朋友 他女朋友怕我 一物降一物 全家我做主 随着爷爷年纪大了 越来越忌不住时 太过于吵闹的环境对他身体不好 可是66岁大寿 总不能不过 于是我打算操办一番 让老爷子高兴高兴 可他背着我 打算在宴会上挑选 他觉得适合我的商业精英 但没想到 我爸那区新演的老玩意儿 把外边的私生女带回来开平了 金圈大少爷陆萧的爷爷 和老爷子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两人一起下过海 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 情分自然是很深厚 为此 从不在外炫技的陆萧为老爷子弹了一曲 一曲弊 我爸回来了 身后跟了一个女孩 非常直 白色连衣裙 时不时眨眨大眼睛 轻咬一下大嘴唇子 可能他不知道 他那大嘴唇子是真厚啊 弟弟女朋友站在我身旁 瞅了两眼那女孩 扎扎嘴 姐 你说叔叔都四十来岁了 咋还长那么小的 我凑到他耳旁巧声说 见呗 还能咋地 紧接着我爸带着那女孩走到老爷子跟前 爸 这是您的亲孙女 你看 我又给俩孩子添了爸 孩子多 热闹 大后嘴唇子笑得像朵花 爷爷好 姐姐好 哥哥好 嫂嫂好 我叫小柔 老爷子嘀咕了两句 面上却点点头 好好好 孩子多 好 我在后边使劲憋笑 因为刚才老爷子嘀咕 这是孩子 这是壮士吧 看他胳膊 轮人肯定疼 身后的露霄冷不丁来了一句 老爷子挺幽默呀 你这妹妹也是 真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 宴席开始 当然是许愿环节 众人一起唱着生日歌 不知道是谁歌我耳朵旁边唱高音 差点让我变身小龙人 一回头 大后嘴唇柔姐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弟弟女朋友一巴掌就甩到了她脸上 公鸡打鸣啊你 叫那么大声 参加快乐女生啊 柔姐眼泪滑一下就出来了 捂着脸看着我爸 爸爸 嫂嫂好像不太喜欢我 我是不是不应该回到这个家呀 好巧不巧 眼泪掉在插在蛋糕上的蜡烛 灭了 老爷子拍桌起身 我孙女儿好不容易给我过个生日 你把我蛋糕弄脏了 爷爷拿起价值百万的拐棍 对问了一下就打在我爸的后背 管不住自个儿的狗东西 你看看这玩意儿 扫兴 把我的蛋糕赔给我 我爸急忙站到我的身后 对着我也瑟瑟发抖 那打他吧 别打我 我怕疼 小柔一看这架势 索性不装了 吞去一副小白兔的伪装模样 指着我爸破口大骂 我真是服了那么多年 你对我和我妈不管不顾 我妈死了 你还不想养我 你想得美 我爸又是一哆嗦 你你你 别太过分 小柔用手腕上的橡皮筋扎起高马尾 一个预备姿势 360度回旋梯朝我袭来 我心中冷笑 呦 有点东西 就在他的小白鞋 快落在我脸上的时候 我一把推出了 躲在我身后的好爸爸 可是没想到啊 没想到 陆霄就在我推出我爸的前一刻 挡在了前方 一个回立小柔连名牌大脚印 就这样印在了陆霄的高定西装上 小柔尴尬地揉揉后脖梗 这可不怪我 她 她自己过来的 我看着躺在地上抱着身子 哎呦 个不停的露销 对着小柔竖了一个大拇指 伸手不错 但是下次眼睛得看准了 别踢错了呀 弟弟女朋友咽了咽口水 内心可能在想 早知道刚才那巴掌 我就不打了 算命的说 今年咱们家要新天上几个小生命 除了后院爷爷新养的珍贵王八以外 还多了两个私生女 其实 还不如再多两个王八 因为 实在是是耳朵 就在小柔没来之前 我爸当年在乡下游山玩水的时候 和能家女胎恋爱生下的孩子 来到了我的公司门前 她站在门口 穿得朴素干净 说话却咄咄逼人 前台间有人来了 连忙询问是否有预约 还给她倒了一杯水 可是她不知好歹 抬手就将杯子一扬 将水泼在了前台工作人员的脸上 不长眼的东西 你就是一个看门狗 敢拦我 我可是今后公司的继承人 你们董事长的亲孙女 实相的 赶快让我见我爸和我爷爷 不然 你等着瞧 远处的我看着她的举动 果断地打了报警电话 被警察拖走的时候 她拽得像个铁公鸡 将脖子伸到老长 仿佛在说 姐就是这世界上最美的 最有钱的 你们等着 你们这些破败玩意 等着被我收拾 第二天 她找到了家门前 就像是古代言情小说里的 泼妇一样 使劲门铃无果后 将手里的行李丢在地上 蹲在地上就是哭 我就是没人疼的孩子 为什么让我有家不能回 你们一家怎么这么对我 不养我 就别生我 我躺在院子的吊床上 心情跟车苍蝇一样 烦躁恶性 酝酿了一下情绪 我打通了整夜未归的 扎爹电话 电话接通 那头的人明显还在睡梦中 我不给他机会说话 冲着电话一阵吼 你的蒲公音都飞到家门口来了 再不回来 我就冻进你的账户 让你出家 十分钟后 扎爹火急火燎的到了家 女孩也得偿所愿的进了门 我和我弟坐在客厅 还没开口 就听到那女孩 一改平常的泼了 站在扎爹面前 哭得梨花带雨 爸 爸 爸 我是齐恩恩啊 我傻了 坐在沙发上没说话 拿出了手机 遇到事情不要慌 先记录一下 分享一下 然后寻找时机 反复给当事人观看 这三声 叫得响亮 叫得感情丰满 叫得扎爹的心 忘了自己回来的目的 两人上演了一场 父女相认的感人画面后 我在沙发上 拼命地掐自己的大腿 就在那女孩哭声 停下来的那一刻 我那扎爹看了看她的脸 你说你是我的女儿 那你妈是谁啊 当年爱慕我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既不太亲了 铁公鸡 哦不是 那女孩说 既然你不信 那就做亲子鉴定 我爸看了我一眼 试图寻求我的帮助 我脸住笑 随即转换成一张臭脸 做亲子鉴定可以 但我可说好了 不许用我赚的一分钱 因为这是你犯的错 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事情 没有往我预期的方向发展 因为那小玩意儿和老玩意儿 拥有99%的血缘关系 无所谓 姐会出手 生日宴结束 死缠烂打 没有教养 欺负我的员工 铁定是我的亲姐妹 因为像我 我和爷爷商量了一下 让她做我的保镖 毕竟 她除了武力之高以外 还有一身蛮力 用夸张的语气来说 一个200斤的男人 她能低扭着甩几圈 谈好月薪后 她点点头 姐 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 除了犯法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行 我邪魅一笑 没什么 豆绿茶你会吗 小柔搓搓手 随即转换出 一副小白兔的样子 眨巴着眼睛 姐姐 你看人家 我拍手 直呼好 这下 我就可以坐享其成 不劳而获了 但是 露霄不怎么好 小柔的那一脚 直接踹断了她的一根肋骨 让她住进了医院 为了表示我亲切的慰问 我去了一趟医院 刚到病房门口 我就听到了杀猪般的叫声 一个地中海发型的白衣天使 正在给露霄换药 妈妈 好疼 救命啊 虐待患者 以后再也不英雄救美了 直到我看了一个白花花的什么东西 我靠 金圈的大少爷 何其惨啊 肋骨断了就算了 居然还有痔疮 双重伤害加成 此时我进去 会不会让她的人生更加精彩呢 可就在我犹豫不决 再三考量的时候 那个地中海白衣天使转过了头 对着我亲切问候 笑得慈眉善目 夏夏呀 你来了 我靠 我怎么知道 陆叔叔这几年掉发这么严重 我居然 居然在陆叔叔在场的情况下 看到了陆霄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我尴尬地提了提手中的石河 那个 那个 陆叔叔好 我来看看他 毕竟这事也是我们连累了他 陆叔叔使劲给了陆霄一巴掌 你好好和夏夏说话 不然 我让你再断一根 陆霄像个受了委屈的怨妇一样 点点头 不敢说话 只能捂着肋骨哀嚎 我坐在一旁 拿起桌上的刀打算削苹果 陆霄忙不迭地将被子盖在了脸上 来吧 是可杀不可如 偷看男人算什么本事 亏我还为你挡了一脚 我拿起苹果 看了他一眼 见兮兮地说道 你不是为我挡的 是为我爸 实在不行 让他以身相许呗 陆霄炯 嘴里嘟囔着 你这没良心的小东西 我拿起果皮往他嘴里塞 你给我注意一点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 金圈陆家有一个得了痔疮的少爷吧 话一出 支付宝到账五百万 陆霄用他的单眼皮小眼睛盯着我 这是封口费 你敢说出去 你就死定了 在小柔来之前 因为我不允许秦恩进门 我爸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栋房 作为补偿 宴会上 没人通知他 他也不知道小柔的到来 但是为了能够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我放出了消息 二十分钟后 门铃响了 秦恩没有指纹 进不来 像他刚来的时候那样 使劲地摁门铃 然后在门前大哭 你们齐家就是这么区别对待的 为什么他能进去 我不能进去 同样是私生女 还有高低贵贱之分吗 弟弟女朋友站在我身后嘟囔 姐 你说门口那玩意 接过话 因为质量不好 什么质量不好 我也不好说 懂得都懂 管家开了门 秦恩恩一如从前的 铁公鸡走路的样子 伸着他的脖子 趾高气昂地走进了客厅 高跟鞋穿在脚上 哒哒哒地响个不停 我仔细一看 我靠 居然和我脚上的是同一款 甚至颜色都是相同的 还有他身上的衣服 和我的风格几乎差不多 学人精 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学人精 弟弟女朋友在我耳边念叨 姐 你看 她是什么档次 她应该是想要出其不意 告诉对方 她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绿茶 秦恩看她那样 一个跨步就走到了小柔的面前 说出来的话 刻薄到菜市场大妈的退退退 都打败不了的难听 你就是那个 比我带十天的老女人 就你这样的 撞得跟头牛一样 还不如回村里离地呢 别浪费这么一身肉 看你这样的 你妈长得肯定是丑暴了吧 你看看我 鹅蛋脸 白皙的皮肤 身高都比你高上半个头 我起身一拳抡在她的脸上 手都抹了 脸皮后真是了不得 她尖叫着 看着地上被我打落的门牙 你竟然打我 你打我 爸爸不会原谅你的 你再叫 我把你所有牙齿都打掉 这时我那个罪魁祸首爹 正从外边回来 看到客厅的场面 被我狠狠地瞪了一眼 连忙装作啥也没看见的样子 想要往楼上跑 却被秦恩拽住了西装的裤腿 爸 姐姐把我牙打掉了 你要赔给我 他们都对我不好 我要出国 我甩了甩手 扎爹连忙正开束缚 吓吓 你打了他 就不能打我牢 小柔站在那 有被吓到 他不知道 在我四岁的时候 就上少林寺学过几年 还练了跆拳道 甚至还拿到过冠军 但是爷爷说 与人相处 万事已何为贵 但爷爷还说 只是与人 经过我的那一拳后 秦恩掉了一颗门牙 两颗板牙 脸肿得像个皮球 躺在床上 一连好几天都不见叫唤 我让小柔装作小白兔 打击他的计划也失败了 因为小柔住在他隔壁 每天晚上只要他一好 小柔就会一脚踢开他的门 让他闭嘴 几次后 他的房间没有门了 人自然也就消停了 反正动不死他 在小柔的压制下 秦恩安分了不少 甚至不敢开口说话 因为门牙没了 说话漏风 但我并不觉得他可怜 越来越觉得他活该 诋毁一个人的长相 本来就是极其没素质的表现 更何况是出口侮辱别人的母亲 我妈在生下过地之后 就因为器官衰竭抢救无效 离开了人世间 即使他没有参与到 我和弟弟的成长过程 我依然很想念他 我躺在院子里的吊床上 正这样想着 被人戳了戳手臂 睁眼一看 发现小柔站在我的身边 他的脸有点红 欲言又止 我是个急性子 快点的 都是姐妹 说点话咋那么磨叽 小柔眼泪刷了一下就掉了下来 别说 这人哭起来 居然能让两只眼睛掉落的眼泪 保持同一个速度 大小也一样 谢谢你 那天谢谢你维护我 这辈子 除了我妈以外 没人这么帮过我 原来外表强悍的小柔 内心也是一个柔软的人 我拍拍他的肩膀 你得习惯 因为你搁骑招 也是这么长大的 有姐在 没意外 但我没想到 我意外来得太快了 秦恩的脸完全消肿后 到医院做了考词闷牙 我问他 为啥不把板牙也补了 他说算了吧 要勤俭持家 毕竟爸爸的钱不是风刮来的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前几天都还和我穿一样的鞋 现在怎么节俭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每天拿着文学名著 和一些金融类的相关书籍阅读 还一副很好学的样子 是不是要长脑子了 而且 别墅前还经常有人飙车 一个个的沙马特黄毛小伙 在门口住停 按喇叭 因为我们住的这个地段 不是别墅去 而是当年爷爷白手起家的老房子 推翻了虫盖的 附近还有一些人家 一天早上吃早餐 秦恩在桌上敬我一杯酒 还和小柔道了歉 姐 小柔 对不起 前些日子是我不懂事 我没有过过那么好的日子 在乡下的时候 外婆说 我是我妈的脱油瓶 总有一天 全家都被我连累死 要不是我妈偷偷跑了 我也不会来这 我尴尬的笑了笑 那个 嗯 其实 不用这样的 有什么话 可以直说 此话一出 秦恩眼睛都亮了 我想出国读书 姐 我想报答你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我仔细一想 这倒是个好办法 因为把他丢出去 他不一定回得来哦 我痛快地答应了 齐昭在一旁 使劲地给我眨眼 但是 眼中闪过一丝脚狭 露出甜甜的微笑 谢谢姐姐 出国我爸不可能不同意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秦恩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从人论道德来说 那还是别说了 他爽快地 应下了秦恩出国的事情 并且还给他报了语言培训班 防止他在国外 一句谢谢都不会说 我仔细一想 为什么呀 他有的 我的小柔也要有 所以 我从我爸那 抢来了一张银行卡 塞到他的手里 这里有几千万 你随便用 想做什么都行 小柔连忙将银行卡 我扑斥一笑 你想啥呢 这是我从爸那抢来的 秦恩有的 你也有 他没有的 你也有 前二十年想做的一切 没能做的一切 放手去做吧 秦恩每天一大早就出去上课 直到晚上才回家 我觉得家里的空气都好了许多 小柔呢 跟着我在公司学习 他不像秦恩一样 对着我手底下的员工大呼小叫 也没有仗着是我的妹妹 就想聚于高位 他说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就从普通员工做起就行 我旗下从来都不是大度的人 但我愿意给一个三观证 有追求 踏实的人一个机会 可是一周后 就有没眼力见的 想要找小柔的麻烦 我原本以为是因为 他是刚回来家里的事 被人说出去了 没想到 是因为小柔是个大专生 刚出电梯门 打算进洗手间补一个妆 刚刚和合作方吃饭 底妆有点斑驳了 我边补妆边听着他们的对话 一个短发女人 拿着着高仿的LV 手上的那个假手表 在灯光下 闪着廉价的光芒 她用着嫌弃的语气 对一旁的人说 你知道吗 我们不能新来的那个女的 就是长得超级壮的那个女的 其柔 一个大专生 居然进我们公司来上班了 一旁的人笑了笑 大专生 很正常啊 有可能是来实习的 有啥见怪的 短发女人瞬间炸毛了 实习 怎么可能 她是正式员工爱 你想想 我们都是重点大学出来的 我可是211 对了 你还是研究生毕业呢 和她在一所公司上班 你不觉得以前上的学都白上了吗 一旁的人听她这么说 露出了尴尬的微笑 可能是人家有能力吧 我们做好自己就行了 短发女人不屑地撇撇嘴 阴阳怪气说 能力 能有什么能力 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 勾搭了部门的哪位领导吧 就这样的 我见得多了 一些不择手段的小妖精 忍不了 根本忍不了 这特么到底是怎么进公司的 看招 眼看着短发女人就要走了 我喊住了她 喂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转过头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你是在说我吗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我活动了一下身体 挑眉 哦 你真的不知道吗 短发女人瞪着我 你有病吧 神经病 一旁的人眼看着不对劲 悄咪咪地溜了出去 我一拳就直击她的上巴 我是你妈 欺负我妹 还诽谤 老娘让你失业做大牢 你个高仿人 还211呢 250 回家的时候 小柔在开车 我坐在副驾驶玩 蛋仔派对 因为我的肤色是冷白皮 一碰就会很红 今天打人的时候 虽然注意了力度 但现在还是有点红色的印记 突然车停了 我以为是到了 转头看到小柔在掉眼泪 她一把握住我的手 吹了一吹 姐 疼不疼 我不去公司上班了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拿出纸巾擦了擦她的脸 连忙缩回我的手 装作生气的训斥 什么叫不去上班了 你不去 今天我打这一拳 可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你真不去 那就和秦恩一块出国 永远别回来 小柔急了 擦干眼泪 讨好的笑道 别呀 别呀 我不出国 半年后 秦恩出国了 拿着她这一辈子 都赚不到的钱走了 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爸打过 我觉得也好 能有钱送走一个碍眼的人 也算是赚了 小柔呢 在公司勤勤恳恳 加班 下班时间用那笔钱学习 考各种各样的职业资格证书 为了提高学历 还把剩下的钱存了起来 在公司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甚至还坐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 我开始带着她 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结交更多优秀的人 直到某个清晨 我被她的尖叫声吵醒 她站在我的房门前 不敢进门 激动得像个小孩子 得到些爱的糖果一样开心 刚运动完的脸庞有点红韵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 漂亮极了 姐 对不起啊 我太高兴了 没控制住 我揉了脑袋 进来呗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 她小跑着进来 将手机递给我 上面是一份邮件 姐 我被我最喜欢的大学破格录取了 还是我最向往的法学专业 直接就可以读研究生 学费全免 我看着面前 已经和刚来时 完全不一样了的女孩子 身材变好了 气质和学历也提升了 唯有一点没有变 她一如既往的善良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人生 我心里很是欣慰 暗暗地想 姐姐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开学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一家人给小柔办了一个庆祝宴 但是路霄厚着脸皮来了 美其名曰 要参加其家的每一个开心时刻 我看着她那件兮兮的样子 忍不住对了她一句 怎么 以后我生孩子 你要来做月嫂啊 有志青年 这一句实在是戳到了她的心窝窝 旗下 你别太过分 开月嫂 我要做你孩子她爹 什么有志青年 你站住 我一把将小柔挡在我身前 家有一妹 如有一宝 路霄不敢动了 吓得冷汗都渗在了脑门上 小柔一副护解狂模样 你来啊 你来啊 你碰我解一下试试 路霄当然不敢 灰溜溜地跑到我爷爷那找存在感去了 宴席开始 爷爷真心实意地对小柔进行了一番夸奖 还从自己的宝库里挑了一个小玩意儿 送给了小柔 要知道 这老头平时可抠呢 而我爸呢 高兴地掉了眼泪 再加上喝了两杯酒 拉着小柔的手 说了一大堆油腻的话 小柔时不时用求救的眼神看着我 我表示 解无能为力 我看着其乐融融的家 爽翻了 这才是家呀 就在我正高兴的时候 管家错到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顿时 天塌地陷子惊雷 秦恩回来了 不仅回来了 还带了男朋友 不仅带了男朋友 还是个 高跟鞋的声音传来 一股浓烈的香水味 充斥了整个餐厅 爷爷揉了揉鼻子 怎么回事 室里面不都已经要求 做卫生厕所了吗 怎么一股子汗厕的味道 陆霄差点把嘴里 喝进去的汤喷了出来 秦恩低头 闻了一闻自己身上 还闻了一闻 一旁穿着紧身裤 皮衣的男人 那男人 识识地用食指擦一擦鼻子 点着脚看着我们 娇滴滴的声音 从秦恩的大红嘴唇里传出来 Dad Sister Grandfather 这是我的boyfriend 我很喜欢他 我想和他结婚 我爸喝了酒 看到这场景暴跳如雷 我给了你那么多的钱 让你去读书 你就学成这样回来 你那魄散装英语 还好意思拿着来炫耀 秦恩连忙挤出几滴眼泪 爸 我有在好好学的 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我 但是为了爱情 我决定先放下学业 回来结婚 我爸气得清金暴起 那男人看着我爸 语气很冲 嘿 老头 我要娶你女儿 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我爸气得浑身发抖 闭上眼睛选择无事 秦恩直接拉着那男人 跪在地上 那男人明显有点不愿意 但还是跪了下来 爹地 他不是什么穷小子 他会努力的 不会潘高知 你就同意了吧 什么 潘高知 潘他秦恩的高知 真是野鸡尾巴叉凤凰毛 给自己当一回事了 明差一座庙 不悔一桩婚的 道理我还是懂的 我示意管家把人扶起来 既然回来了 那就坐在一起吃饭吧 秦恩松了一口气 旁边的男人眼里的得逞 掩盖不住 既然他想要追逐爱情 那就去吧 读什么书 浪费钱 我和爷爷对视一眼 达成共识 既然妹妹打算结婚 那读书也放一放吧 结婚了 还是以家庭为重 姐姐会出钱 给你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的 秦恩眼睛都亮了 好 只要能和他结婚 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了 办一场婚礼 当然是很容易的 撒撒钱的事 这场婚礼 我还邀请了一些媒体朋友 进行全程直播 甚至在婚礼现场 我还进行了一场感人的致辞 将姐妹情叙述的 惊天地气鬼神 有人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做 那当然是因为 他用给他留学的钱 养那个黄毛 两个月前 陆霄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我原本以为 是什么吓人的合成视频 因为这货从小就没有安好心 可当时发现 封面的那个人 有点眼熟的时候 我点开了视频 秦恩站在一家奶茶店前 身旁站着那个黄毛男人 他接过男人手里的奶茶 喝了一口就开始剁脚 哇哦 宝宝 第一口就喝到了猪猪爱 我最喜欢珍珠奶茶了 那一刻我才发现 无药可救 我给过他机会了 秦恩终于嫁给了那个 他梦寐以求的男人 在结婚后 时不时在朋友圈秀恩爱 看他的幸福笑容 我只能说 放下助人情结 尊重他人命运 反正之前给他的钱 足够他衣食无忧很久了 可是三个月后 秦恩突然回家了 回家要钱 张口就是几百万 姐 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我老公做生意 亏了一点钱 急需填空子 你也知道 他耗面子 我答应了 又从我爸那 抢来一张卡给了他 他爽快地接过回了家 但是从那次过后 他换做了打电话要钱 要求打到他的账户里 要的金额也越来越多 但我给的却越来越少 再然后 我直接拉黑了他的电话 在家门口放了两条藏袄 最近陆霄总是神出鬼没 直到我发现 我周旋了两个月的一个大项目 负责人居然是他 这个时候 我俩坐在会议室 大眼瞪小眼 我将合同甩到他面前 气呼呼地 陆霄 浪费时间 就是在浪费金钱 浪费生命好吧 给我签了 陆霄翻阅了一下合同 却在落笔的时候停下了 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签了 除了合作成功 还有什么好处啊 我不缺钱呢 说了跟我缺钱一样 跟了两个月耍我 还跟我谈条件 找打 就在我打算教训陆霄的时候 楼下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和尖叫声 我还没搞清楚 是什么情况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好像是 琴 她的手上拿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身后跟着保安 因为手上的刀 保安不敢靠近她 抬头看到我的时候 我正站在楼梯的拐角 看到我的那一刻 我从她的眼里感觉到了杀意 她的手臂上有一些瘀青 嘴角是被打过的痕迹 她冲着我大声地喊 情绪很是激动 琴夏 你为什么不给我钱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被我老公打 给我钱 不给的话 我就死在这里 为了给男人花钱寻死 真是头一回 见到那么搞笑的事情 我语气平淡 事不关己 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不是已经给过你钱了吗 那可是你一辈子都赚不来的 我给过你机会 让你出国 让你读书 你自己选的路来怪我 她顿了一下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周围的人对着她指指点点 小声地议论着 甚至有些员工还大声地说 靠着家里的钱养男人 她不知道 给那种男人花钱 倒霉一辈子吗 不知道是哪句话激怒了她 她猛地握着刀 向我冲过来 速度太快 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公司安静的一根针落下来 都能听得见 我原本以为 要落在我身上的刀 插进了陆霄的腹部 我顾不得其他的 一脚踢开地上 摊坐着的琴 将陆霄送进了医院 我坐在手术室门外 手心都是汗水 陆伯母和陆爷爷 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但没说一句责怪我的话 陆伯母甚至还安慰我 陆霄这小子 从小就服大命大 小时候被车撞了近米远都没事 你放心 伯母不怪你 我眼眶都红了 想想从小到大 和陆霄打的闹闹的场景 我真怕他没了 三个小时后 手术进行时的牌子灭了 医生站在门口 甩了甩头 我顿时腿都软了 眼泪夺眶而出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是不是 医生停顿了一下 还清了清嗓子 没事哈 别急 我只是脖子有点酸 甩一甩 等麻醉要笑过了就好了 陆爷爷看着我的样子 竟然还笑了出来 嗯 我不理解 陆霄不是亲生的吗 我在医院守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陆霄可算是醒了 看着陆霄身上紫红色的印记 我有点心虚 因为医生说 麻醉的药效 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可是都过了五个小时 还没有睁眼的迹象 于是我打算掐一掐 把他掐醒 可是不管我怎么掐 他都不醒 后来我着急了 跑去问医生 医生看着他的手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七小姐 麻醉要笑过了 他会疼 疼晕得很正常 你不用那么掐他 哦 好吧 真尴尬 见陆霄醒了 我连忙倒了一杯温水 打算喂他喝 他却让我把病床调高一点 呲牙咧嘴地 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我将水喂到他的嘴边 因为站着比较省力 他却没喝 伸手想将我手里的水拿走 看着他病奄奄的样子 我没放手 就你这样 柔若不能自理 拿得稳吗 他一把拦过我的腰 哥现在十拿九稳 只差你一稳 心跳猛地加快 面前的人睫毛很长 说出来的话很油腻 但我怎么那么心动呢 病房里环绕着奇怪的氛围 就在我有点小期待的时候 病房门被打开了 小柔来了 我连忙往后退了几步 脚还踢到了凳子 好疼好疼 他脸上从尴尬 转为愤怒 再转为担心 姐 你没事吧 秦恩恩没伤到你吧 说着还滴溜着我看了几圈 真是气死我了 他是疯了吧 看我不让他一辈子出不来 秦恩恩自那天以后 就被拘役了 很恶劣的情节 故意杀人罪 够他蹲好几年了 开庭的那天 小柔成为了我的律师 秦恩恩的老公呢 为了能够让他继续 跟其家要钱 让他去赌博 花了所有的积蓄 打算打一场漂亮的反击战 最后还是没能得逞 判处秦恩恩无期徒刑 监禁终生 剩下的日子里 只剩回过 自己选的人生 那就自己承担一切的后果